同样也是因应端午节的到来 花莲市农会今年特别的推出 结合花莲红面鸭的可爱吸睛的 阿咪款限量肉粽礼盒 把市农会累积多年的米食创作的好手艺 好吃的粽子用可爱的红面鸭打包带回家 一推出就受到了民众的青睐 每一年的端午节前 花莲市农会都会推出一世级粽系列产品 今年特别取得县府授权 推出结合花莲红面鸭推出可爱吸睛的 阿咪款限量肉粽礼盒 六款的健康粽都是严选花莲在地食材 而每颗粽子平均热量大约是350大卡 民众吃了不造成身体负担 一推出就受到民众青睐 好吃的啊 一盘盘就赞 吃农会包的粽子好不好吃 在没有别的地方买的这么好吃 我们花莲市农会推出的肉粽都是以花莲在地的原料为主 包括我们光复的无毒的纸米 以及我们有机农户的九糟猪肉 还有我们副里的银川的有机糯米 都是取材于我们当地低脂低卡还有低糖低油的健康食材 虽然成本比较高 但是为了我们消费者的健康来把关 我们花莲市农会不惜成本来推出 那如果我们花莲乡亲也要购买的话 可以到我们花莲市农会所有的超市 还有我们的网站来订购 如果喜欢自己动手包粽子的民众 也可以到农会超市选购 以友善农粮为主的食材作为材料 全家一起来享受包粽子的乐趣 剧者刘明胜华林市采访报道